我想西九的成功一點很重要是可以更加促進有年輕的觀眾 對於現代的觀眾很重要 還有可以繼續鼓勵年輕的還有很有實驗性的策展 因為我覺得在香港這個環節很需要西九一個很不同的一個所謂的架構 作為institution的structure不一定是跟西方一樣 而明白香港本身文化發展是有一定自己的過程和歷史 亦都是當一個發展一個空間或者institution的時候更加明白自己的歷史